我和张鸿涛一边搭 从小我就拿石头哥当偶像 我算什么偶像啊 那还得了啊 大偶像啊 老师们张嘴闭嘴都是十全友 说你学习有成绩 体育有特长 文艺有专长 做人呢 有品德 对长辈有孝心 对同学们又有帮助 还有啥来着 我也忘了 总之凑成十样 十全友嘛 这么个十全友 对啊 石头哥 我今儿开会才知道 你要选村主任 我俩可激动了 结果 给那些老顽固打击的心都碎了 那是村里的长辈 不能这么称呼人家 他们就是顽固 还只信那个姓季的 那说明两位老村长做得好 尤其是保德书 在那个年代 就带领了大家基本上脱了贫 这老人们都切实得了好处 所以说 支持继瑞峰我完全能理解 不愧是石却有 还有心胸 来喽 来喽 奶奶 这大铁锅还没扔呢 这大铁锅炖肉多香啊 怎么舍得扔啊 来 快把锅垫子给我拿出来 哪儿啊 珠子底下 这锅垫子是好东西啊 我告诉你们 它比我岁数都大 我当时回来之前就在想 可千万别把它扔了 快快快去多坐下 坐下尝尝奶奶的手艺 快坐下吃 太香了 奶奶 你是八道晚的儿子吧 对啊 我这手艺啊还是跟你爸学的 你快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甭尝了 这闻着味儿我就知道 比我爸做得要好 这孩子真会说话 那个 你们慢点吃 慢点喝 我呀 去转个门去 就是咱们对门那个 窗花陈家 昨天说好的 今天就看纸牌 你们吃 喝 吃完喝完了都别动 待会儿我回来收拾 奶奶 你慢点吧 咱们慢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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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石头哥 哥几个多吃一点啊 这也吃饱了 好喝酒 太香了 感谢二位 替不招人再见的实权有 仗义直言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能跟我这样成为兄弟 荣幸了 对啊 荣幸 荣幸 还有我呢 这个地方不错啊 应该有人在这儿养过牛吧 前两年 有人把这儿包下来养牛 没干几个月吧 就拉倒了 咱们金山岭附近的牛肉好吃 我估摸一下啊 就这圈里养个几十头没问题吧 那肯定没问题 养牛